大家好 歡迎收看外交短評 自從菲律賓總統小馬可思上台之後 菲律賓不斷地單方面挑動南海問題 導致地區局勢持續緊張 不過菲律賓方面的官員在6月20日又表態說 希望將經濟和政治分開 繼續歡迎中國的投資和貿易 而另一方面有菲律賓的商業團體就發布聲明 強烈譴責菲律賓軍方在南海地區 持續作出騷擾的行為 日本媒體《日經亞洲》報導 當地時間6月20日 菲律賓國家經濟與發展局局長 巴里薩坎在日本東京舉行的一場 元卓會議上說 菲律賓方面對於來自包括中國在內的 任何國家的投資和貿易持開放態度 巴里薩坎繼續說 他們的立場是 不會對包括中國在內的任何國家 截至不必要的貿易和投資壁壘 他補充說 為了經濟增長 菲律賓需要獲得投資和出口 他希望將經濟和政治分開 自從小馬可斯上台之後 菲律賓方面在南海地區 可以說不斷地對中國作出了挑釁的舉動 認為能夠靠著美國撐腰可以輕風作浪 英國《金融時報》5月曾報導說 杜特爾特政府時期 菲律賓和中國建立了更緊密的經濟關係 但小馬可斯上台後 對華態度和他的前任政府很不同 不過菲律賓在吸引外資方面落後於東南亞其他國家已有十多年 儘管2018年後對菲律賓的投資急劇下降 中國至今仍然是菲律賓最大的貿易夥伴 中國外交部的網站資料顯示 中國是菲律賓第一大貿易夥伴 第一大進口來源地 第二大出口市場 2023年雙邊貿易額719億美元 中國對菲律賓全行業的投資有1.7億美元 與此同時中國市場上的菲律賓香蕉就正在減少 根據中國海關總駐最新的資料 今年頭4個月 菲律賓向中國出口的香蕉在數量上減少了三分之一 從而將多年來一直把持著中國最大香蕉進口來源國的位置拱手讓給越南 除了氣候以及價格等原因之外 地緣政治因素亦是菲律賓的香蕉出口中國減少的原因 北京一間的水果國際貿易公司相關負責人士經理 接受內地傳媒採訪時就說 由於菲律賓頻繁挑動導致中非南海問題不斷升溫 中國消費者中有相當部分人群不願意再購買菲律賓香蕉 6月初南華早報曾援引兩名菲律賓駐華外交官員說 菲律賓希望繼續開拓中國的熱帶水果市場 同時希望吸引中國投資 尤其是在遭到美西方打壓的新三樣 包括新能源汽車、鋰電池、光復產品領域 根據路透社6月21日報導 菲律賓商業團體當日發佈了一份罕見的聲明 對菲律賓軍方持續作出騷擾行為予以強烈譴責 這個團體由馬卡蒂商業俱樂部 和菲律賓管理協會等17個商業組織構成 它發表的《雷塔聲明》中是這麼寫的 我們呼籲團結一致以非暴力方式解決問題 尊重我們作為愛好和平國家的權利 聲明說菲律賓政府當務之急盡快採取措施 將菲律賓的軍隊和海岸警衛隊 改造成一支自主的現代化力量 他說我們對菲律賓武裝部隊和海岸警衛隊的 持續騷擾行為表示譴責 路透社說通編的聲明並沒有提到中國 但商界的這份聲明相信是針對6月7日 中非武裝力量的對視相關 在商務上菲律賓總統小馬可斯面對的壓力之外 政治上他的內閣成員也開始為事件降溫 在菲律賓方面就6月17日的事件指責中方之後 在多個場合無論是美國總統拜登 還是他的政府官員 都提及到美飛共同防禦條約 並為菲律賓是壯膽的 外媒報導說美飛共同防禦條約規定 如果太平洋海域任何地方的船隻 飛機軍隊和海岸警衛隊遭到所謂武裝襲擊 美飛雙方必須互相防禦 美國方面說太平洋海域包括南海地區 美國國務院在一份聲明中說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當地時間 6月19日與菲律賓外交部長馬納羅 討論了中國近期的所謂升級行動 布林肯說中方的舉動破壞地區和平和穩定 並重申美國根據美飛共同防禦條約 對菲律賓作出的堅定承諾 不過美國政客繼續在口頭上說得兇狠 但在實際的行動上 正當菲律賓最需要撐腰的時候 美國海軍的航母 列根號和羅斯福號全部離開 在兩艘美國航母離開後 當被問及到 是否要求美國遵守1951年簽署的 美飛共同防禦條約時 菲律賓民官長兼國家海事委員會主席貝薩明 在當地時間6月21日的一場簡報會上 告訴媒體 他說我們並沒有準備好將他歸類為武裝襲擊 作為菲律賓民官長的貝薩明 是菲律賓總統小馬可思的執行秘書 內閣中最有權勢的人被稱為小總統 對於這番回應 路透社和法新社都解讀為 貝薩明的意思是 菲律賓認為 6月17日的事件 並未涉及到所謂的武裝襲擊 而觸發到美飛共同防禦條約的啟動 他說 他認為這是一個他們可以輕鬆解決的問題 如果中國想和他們合作 他們可以和中國合作 貝薩明還說 菲律賓海軍人員和中國海警之間的對視 可能是一場誤會或意外 而被菲律賓總統小馬可思 任命為海洋事務助理的安德烈斯·森帝洛說 美飛在相關討論中 並沒有考慮緩引美飛共同防禦條約 從這波的中非對視事件 可以總結幾點觀察 第一 菲律賓在南海對中國的挑釁挽過火位 中國已經啟動了一個全方位回擊的方案 會陸續披露菲律賓各種過火的行為 第二 菲律賓事前沒有估計中國海警 會強行登船和扣好他們的裝備 第三 美國各級別的政客為小馬可思撐腰 但只是限於口頭上 第四 小馬可思也是一個狡惑人 見到美國的航母走路 於是就改變對策 派親信出來 大港經貿合作和菲律賓需要投資 這是要向美國要價 如果不投資菲律賓 這場反華的大戲就不再演下去 第四 中國的回應已經啟動了 菲律賓的巴拉望島 這幾天都可以清楚看到中國的055大區 而中國的回應不是主要針對菲律賓 而是升級了和美國的博弈的強度 這兩天除了菲律賓之外 在台海的軍事動向也是值得留意的 連續兩天 台軍方面都偵測到解放軍超過30架次的戰機和無人機出海活動 對台呈現了四面包夾的態勢 台灣退役中將 瑞化文就認為這是中美大博役的一盤棋 這盤棋的兩個目標是菲律賓和台灣 瑞化文在中天的節目中說 這三四天中所有的戲碼對一對 就是中美大博役的一盤棋 這盤棋的兩個目標是菲律賓和台灣 中國海警三法推出之後 菲律賓一定會挑釁 所以中國這次佈的局非常強 強到美國想用荷蘭、法國、美國的軍艦來支持菲律賓 但全部都閃開了不敢動 而針對中國對菲律賓的佈局 瑞化文就指出 六艘的菲律賓補給艇全部被捉了 處理菲律賓馬德·雷山號的是八艘船 另外在巴拉望島南邊有一艘055大區 在鮮賓礁又有055大區 還帶了054登陸艦 這艘登陸艦可以攜帶三千多名官兵 登陸任何一個小島都能夠奪取下來的 它的兵力部署非常強 瑞化文更加點出 大陸對台灣就以40多架飛機包圍 以示支持已經宣佈的 情台獨分子最重死刑的意見 顯示這個不是說說 而是要做給你們看 瑞化文認為中國佈了一個很大的局 因為美國在衛星是會看得清楚的 所以美國航母走了 軍艦本來是要穿越台灣海峽的 亦擾導 可以說完全沒有能力支持菲律賓的意願 他認為中國態度轉變了 以前還會與美國外交談判 現在就是用強力的軍事力量 擺在菲律賓和台海周邊 只要你動手就會面臨挑起戰爭 顯示美國不想介入這個戰爭 所以就走了 大家好 巴士的布除了在Youtube有視頻之外 在另一個平台石樓台都有視頻看的 石樓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石樓台歡迎全球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網站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製作內容需要投入很多資源 希望你都支持巴士的布 訂閱石樓台 有你的支持 我們才可以繼續製作節目 多謝大家